放學時間趕著來接送 但總會有家長遲到晚下班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搶攻爸媽選票 喊出公立國小課後照顧班 全面顧到晚上七點 寒暑假都有 還不收錢 課後照顧到晚上要到七點 下班接送的時候 不用太慌張 擔心 所以這是為了配合 家長的下班時間 就是要花時間媒合 都要留到晚上七點 對老師的負擔來說 可能會比較久 不過以我們學校而言 我們是以校內限職的老師優先 我們只有在老師進修的 週三的下午 或者是說這個班的 這個時段真的找不到老師 我們才會去找外聘 以北市仁愛國小為例 目前已經有七點夜間照顧班 全校兩千三百多人 約四五十位學生有需求 一年零分三班 協調人力還能附和 但不是每間學校都能顧這麼晚 除了老師工時得延長之外 意願不高 還得花心力 找外援 我的老師平均年齡不到四十歲 比較處在育兒階段 有家庭要回家 或者是下班跟朋友約 對 比較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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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年輕的有學業的需求 沒和待客老師獲請退休人員回鍋協助增加勞動力 但就怕無底線延長實現會加劇惡性循環 以總統格局的一個候選人應該要去思考到這整體的一個結構性的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辦法去改變說家長加工作的一個形態 他勢必會吸引滿大多數的一個家長繼續把孩子留在學校 那這樣子他會對親子教育這邊的一個狀況 問題會更加劇 照顧班全面免費增加家長意願 把孩子往學校丟 只是台灣小學生七點到校 校園學習時間直逼12個小時 基層擔心課後照顧班 治標不治本 家庭教育薄弱非常久之際 三例請我領文山登加宣 評分 評分